基隆市井第二分局东光派出所夜信警员前晚也涉嫌酒后汽车返家 被其他分局领检时拦到九侧直林 23毫克因为肇事也未超标没有送公共危险 但夜信警员被寄过两次调离现职 李信所长也被波及调为非主管职务 据指出东光所夜信警员前天下班后 到深奥坑有人家中拜访聊天后有喝一点酒 离开朋友家后因时间一晚认为还能安全驾驶 设行酒后骑机车返家约晚间十一点多 夜南骑机车途中经过安一路时刚好遇到四分局在路口领检 警方栏查后发现有酒味酒侧直林 23毫克 警方说夜南坦诚有喝酒 但只有一点点因为达到零25毫克 并未送公共危险罪 但因具有警察身份 警方立刻网上通报 并对夜员开出酒驾罚单 车子也被查扣 避免继续上路发生危险 基隆市警局重申酒驾禁令 将夜员寄过两次调离现职 李信所长也因督导不周调离主管职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传出一名原警酒驾 托报戏资料照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